众所周知,在二战时期,日本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和财富,便不顾一切地发动了侵略战争。 在此期间,许多国家都深受其害,特别是当时的中国,为了抵抗小日本的侵略,中国抗日战士们不畏生死,浴血奋战,哪怕是战死沙场,也绝不退缩半步。 不过在二战的前期,日本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,而且随着中国东北三省不幸沦陷后,日本更是展开了大面积作战,就让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中,这自然也就包括了中国的一些小县城。 那么对于这些众多的小县城,日本又是如何去控制的呢?对于几十个日本兵就能控制一个县城的说法,到底是夸张还是事虚呢? 来看看抗战选者怎么说,不可否认的是,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很是强大,所以在侵略初期,日本的确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,甚至还占据了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,特别是那些重大的城市。 日本还派了许多的兵力去把守,但日本终究还是属于一个导博国家,其军队的人数有限,既然这些大城市已经消耗了大部分的日本兵力,那么对于一些小城市,日本又是如何去控制的呢? 总不能因为兵力有限的缘由,而放弃小城市的助手吧,显然,日本鬼子才不会做这种亏本的买卖,因此,当时的日本仅派了几少部分人, 日本的兵力去驻守那些小县城,比如在黑龙江的败权,日本方面仅派了三个日本兵就达,到了控制的目的,三个日本兵就真的能控制住一个县城。 说到这里,一些人可能会表示怀疑,因为在当地随便来十几位群众便可以将这几位日本兵给围住,再加上当地的一些武装力量,消灭这几位日本兵也并非什么难事,可事实却让我们打跌眼镜。 而对于这其中的阵线又是什么呢? 抗战史学者萨苏给出了这样的解释,实际上,几十个日本兵控制一个县城的情况一点也不夸张,首先日本兵的武器装备都将为齐全,而且一旦要是发生了什么危险情况,附近的日本兵都会及时的赶来机动性较强。 倘若说日本兵力实在是不够时,日本还有大量的帮凶,那些寒天走狗和所谓的伪军,都是为日军效力的。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,虽说日本兵的数量有限,但日本方面的力量可不容小虚。 面对着几位守城的日本鬼子,难道在攻城的时候,当地众多的老百姓为何不一起帮忙打鬼子呢?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,其主要的原因还是怕,因为当时的日本大兵作战能力很强,而且日本鬼子还心狠手烂,如同恶魔一般,因此久而久之,在百姓的心理便产生了一种不反抗的心理,毕竟反抗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。 总之,在当时几十位日本士兵,就能控制一个现成的情况并不少见,这是一个事实,而且还是一个我们需要正式和承认的居属历史。 多久之,在这里,我们需要正式和托 worlds Gabin,主要是世界世界 Hod email,另 chain dicemar,只要坐在建議旅行 opened届属的角马啦。 等认诺各位字幕臨,这些没 добр番来,可能有一点心开真化了吗? 凡座! 侯爵钓装画绅,往往ong接着击活